- 装潢小學堂上課啦! - 大家好,我是衛助教 - 這一集我們出了外景 - 我們要來參觀 AI KITCHEN - 最近的討論度非常的高 - 大家如果看到廣告的話 - 其實櫻花創新推出了全台灣第一台的 AI KITCHEN - 那廣告款去主打一台不用觸控 - 就能夠擁有強大吸力的 AI 除油油煙機 - 今天我們就是來測試這一台喔 - 本集就重新推出了全台灣第一台的 AI KITCHEN - 邀請到SAKURA的產品經理 - 同時也是廚房多年使用者來到現場 - SEMI 跟我們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- 嗨,大家好,我是SAKURA的SEMI - 現代人大多數都是雙新家庭為主 - 就算不是雙新家庭,生活步調也會非常的忙碌 - 現在大家在畫面中看到的這一套 AI KITCHEN - 到底有哪些厲害的功能呢 - 我想請SEMI 來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吧 - 好的,沒錯 - 其實櫻花發現非常多的消費者 - 對智能生活的品質追求 - 我們把所有的科技應用在我們的廚房空間的一個設計概念 - 那為我們整個廚房去提供了一個非常智能的解決方案 - 不僅可以讓我們的使用者 - 在整個料理過程中可以更加的順手 - 也減輕了現在剛剛提到的雙新家庭的負擔 - 尤其是我們在備菜的過程中 - 其實都很需要用手去抓我們的蔬菜 - 你就不想要手去碰到我們的水龍頭 - 那我們這一套 AI KITCHEN裡面 - 就有配備了一個可以自動感應出水的這個水龍頭 - 很方便你手只要滑過去 - 水龍頭就自然開啟了 - 那另外啊,如果我們說轉身要去拿取一些 - 就是杯碗瓢盆的時候 -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手滑式的這樣子的一個台面功能 - 它會自動把我們的空間自動往下降 - 那你輕輕再滑一次 - 它就可以再把它升上去 - 所以對我們整個收納來講 - 其實非常的一個方便 - 那廚房開火之後呢 - 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- 當然就是油煙的問題啊 - 那會影響呢 - 廚房的使用的品質關鍵 - 而且廚房好不好看 - 美不美觀 - 其實都跟除油煙機非常有相關 - 我想說想請Semi啊 - 來幫我們稍微講一下說 - 市面上常見的臭油煙機的款式 - 哪一款是你最推薦的呢 - 首先呢,在市面上 - 我們常見的油煙機的款式 - 大概也可以分成五種 - 第一款標準式 - 還有我們的鞋背式 - 那這兩款產品最主要的特徵外觀 -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- 還有皮鏽鋼的一個外型 - 另外是有兩個的一個集油杯 - 那這樣子的設計 - 其實在於整個傳統的一個造型來講 - 是比較偏保守的一個設計外型 - 那另外比較常見的就是 - 隱藏的一個機款 - 那隱藏的機款主要是說 - 它會有一個搭配上櫃的這樣一個設計 - 所以我們的油煙機是藏在我們的櫃裡面 - 那另外近幾年比較熱銷的就是歐式型的 - 還有我們的進氣式的產品 - 那這兩個產品會這麼熱銷的原因 - 當然是因為最近在整個廚房來講 - 它流行的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設計 - 在台灣還沒有那麼流行 - 進西式油煙機的產品之前 - 其實很多人都會習慣到大陸去添購相關的一些產品進來 - 會有很多沒有辦法適用的地方 - 比如說我們以XXX這個品牌來講好了 - 那它主要的一個吸風口的位子呢 - 雖然有下置了 - 但它只有單一一個吸風口 - 包含第一個我們看到它的一個風機組 - 其實是非常的大 - 所以它在整個耗電上面來講 - 以及外觀上面來講 - 其實跟我們的櫥櫃的一個搭配性 - 就非常的不OK -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之下 - 我們希望可以開發出一台 - 完全符合台灣在地使用者需求的進氣式的產品 - 等你啊 剛剛我們聊了那麼多有關於進氣式的部分 -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是AI的除油煙機 - 那AI除油煙機又有哪些優化的功能呢 - 其實以我自己的使用經驗來看 - 過我們是開放式的廚房設計 - 其實以前的油煙機的吸煙效果其實不是那麼的好 - 那另外其實我們在煮一頓飯的過程中 - 它其實常常需要手動去切碗好幾次的風速 - 廚房使用完你還要去清潔油煙機上面的那些 - 就是油漬污垢你會覺得好麻煩 - 煮食過後其實都會殘留很多的味道 -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去把這些東西去做一個處理 - 就是我們產品最大的一個優化點 - Semi講的非常的對喔 - 其實真的對於一個喜歡煮飯的人 - 其實你們都不知道其實這一餐煮下來呢 - 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- 更何況啊 - 如果你是每天都要煮飯的無主 - 其實他們的問題一定是更多的喔 - 所以想說我們今天都已經難得走進了現場 - 我想請Semi是不是為我們實際操作AI的除油煙機 - 那就請Semi帶我們參觀吧 - 沒有問題 - 那我們一起走 - GO 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介紹的第一個功能特點 - 是在於我們的自動感應的這個模組 - 這個就是我們的熱感應的一個模組 - 它會不斷的去偵測我們的溫度變化 - 當它知道我們的爐面這邊有啟動爐火的時候 - 溫度只要變化的夠劇烈 - 我們的油煙機會自動的一個升降 - 在第一個時間幫我們把串出的油煙去做一個排風的一個動作 - 我們主食的過程中呢 - 它會按照我們的主食的一個變化 - 去幫你切出不同的風量 - 從我們最大的Turbo風 - 或者是高、中、低不同的風量 - 會去匹配你的一個主食的一個料理的過程 -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第二個產品特色 - 也就是它的一個吸力 - 它內部的一個馬達 - 採用的是一個渦輪變頻的DC馬達 - 所以它的一個吸風的一個效果呢 - 會比一般的油煙機來講 - 吸力可以更增強35%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- 我們的產品設計呢 - 它採用的是一個升降型的吸風口 - 距離我們的檯面來講的話 - 降下來之後距離檯面只剩30到35公分 - 第一時間我們的油煙一旦竄出來的時候 - 就可以透過我們升降式的吸煙口 - 直接做一個油煙排除的動作 - 欸Samia想問一下說 - 大家為了要漂亮 - 我們都會選擇所謂倒梯型的油煙機 - 排煙效果要好的話會選擇進吸 - 然後就把櫥櫃給拆了 - 其實是蠻可惜的喔 - 那我們這台有什麼樣子的特色呢 - 接下來就要談到我們第三個產品特點 - 有之我們現場可以看到啊 - 我們這台產品它是放在我們的櫥櫃裡面 - 那你看到我們的產品外觀來講 - 如果我們放在櫥櫃裡的話 - 它其實透過這個圓弧型的設計 - 再加上我們消光黑的這樣子的外觀來講 - 無論你家裡的一個廚房設計 - 想要走深色系或是淺色系 - 這樣子的一個油煙機 - 都很適合放在我們的廚房裡 - 除了我們剛剛談到的三個產品特點之外啊 - 身為料理的專家 - 我還要私心的推薦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- 就是我們的AI靜音廚味 - 這個AI靜音廚味啊 - 就是在我們整個料理過程之後 - 它會自動的進入一個20分鐘的循環 - 這個循環主要是把我們因為主食 - 所產生的PM2.5 - 在最後用這20分鐘去幫你做一個排除的動作 - 這樣是已經啟動了嗎 - 是的 它已經啟動了 - 那聲音真的非常小聲耶 - 沒錯 - 這樣子大概是幾分貝 - 該不會有帶分貝機吧 - 真的都在42左右耶 - 補書館限制音量大概都只有50 - 沒有想到它的靜音效果比在圖書館念書還要省聲 - 這太厲害了吧 -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靜音廚味的效果啊 - 我們就可以在用餐的同時 - 還可以同時處理我們廚房的一個油煙 - 那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- 它有20分鐘可以選擇 - 你也可以手動調到60或是不限制的一個循環效果 - 可以把你整個廚房徹底的做一個清新置換的一個動作 - 堪稱是我們廚房裡面的空氣清淨機 - 欸 想問一下Samia - 最近非常流行的開放式廚房 - 這一台會是適合的嗎 - 當然啦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產品 - 除了有上西風口還有我們的升降西風口之外 - 它其實兩個西風口可以讓整個靜音廚味的效果 - 達到非常的極致 - 讓我們開放式廚房的一個用戶 - 它在用餐的同時 - 也可以同時清理我們的一個廚房空間的味道 - 所以無論是封閉式廚房 - 開放式廚房都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- 今天來到現場真的收穫滿滿 - 非常謝謝Samia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- 也謝謝魏助教幫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- 去跟大家介紹我們的AI除油煙機 - 那我們的AI除油煙機已經正式上市囉 - 那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經銷門市做參觀選購 - 是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有關於除油煙機的相關知識 - 或是AIKitch的最新資訊 -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- 最後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- 及開啟小鈴鐺 - 我們下次見 - 掰掰 - 拍片 - 拍片 - 有い - Nok